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现在在闹矛盾的 七夕过后会慢慢的修复 改善 在幸福的道路上玩手同行 如果你们的矛盾已经很严重 七夕都不一定能一起过的话 可以关注老师公众号《遇见塔罗》 找老师一对一私密占卜 避虐皇你们在感情上都是比较强势的人 经常为了一件事的主导地位而互不相让 这也和从小长大的家庭氛围有关 家长会比较宠你们 但在感情上 不是意味的让对方对你好就行 更多的是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 多考虑对方的想法 不要只想着对方付出 感情上的大事小事需要分配好谁来主导 相互尊重才能相濡以沫 不去进行改变的话 未来感情发展会陷入瓶颈 难以寸进 可以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子和对方来一个深入的交流 但千万控制住自己心态 若是事情已经比较严重了 可以关注老师公众号《遇见塔罗》 找老师一对一私密占卜 C 教皇你是个容易胡思乱想 内心缺乏安全感 经常患得患失的人 对于连人的言行举止都很敏感 对方稍微冷淡一点 或者心情不好 争执一两句 你就会无限放大 认为对方不爱你了 甚至会提出分手 来为了引起对方重视 若是一冲动提出分手 对方也冲动的同意 那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你都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一地恋的话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 你想要的是两个人一直在一起 却忘了考虑对方的想法 对方可能只是因为其他事情烦恼 对你忽视了些 原本简单的一件事却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信任感是感情中很重要很重要的 你们正是缺乏这些 未来的爱情发展很可能会陷入感情危机 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 要多给对方一些信任 如果现在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可以关注老师公众号 遇见塔罗 找老师一对一私密占卜 给你出谋划策 低于人你是一个心软的人 而且很重感情 你多半被感情伤过吧 一想到七夕你就会想到正在爱以及曾经爱过的人 你会怀念过去 也会珍惜现在 对于经历过的感情 你都会深埋在心中 不像外人诉说 只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品味 你心软重感情的性格 在爱情上容易受伤 不管现在你们相处的怎么样 都要控制自己的付出 不能将自己的未来都交给对方 自己的未来要自己把控 你们的未来发展 时代有一丝危机的 如果一味的付出 会让对方不懂得珍惜 控制到一个度上才能继续走下去 如果你已经感觉到危机了 或者正在危机当中 可以关注老师公众号 遇见塔罗 找老师一对一私密占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这参像